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队 成都赛区代表队 他们所抽到的竞赛题目是 闯关东 爹 爹你把人搭上吧 那也想出去见识见识 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 你记住吧 凡是能发财的地方 一定会有风险 传武传杰 我和夏先生已经说好了 让你和传杰到那儿去当学徒 到那儿要勤奋 早睡 早起 知道了 咱们家是个外来户 万一你们和囤子里的人闹的疙瘩 要一忍再忍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爹你放心吧 他娘啊 要按时喂马 按时种庄稼 别误了节气 这家业虽然不大 正来得也不容易 你得给我看好了 传闻要找到家里来 务必让传杰打份信给我 爹 俺娘你就放心 俺哥俩会照顾他了 老三就是会说话 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 你会说话 大神小心 爹 多保重啊 爹 早点回来 爹 早点回来 爹 早点回来 爹早点回来 爹早点回来 好 好啊 林果铁吧 不错 不错 下长会的 您看他能留下吗 成成 川武 您先好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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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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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也尴尬 穿我呀 穿我呀 你这鸡皮条 我再是不敢顾位 不敢顾位 大嫂 我看这样吧 穿姐呢 留下 穿屋 你都带回去吧 大嫂先生 你受学头也不能夸个字啊 这个也有个文物专业了 仇人 创起了词 谁的事比也还好 可是还有一拳脚 要顺着拳脚 人把证明有几个鼻子个矮的 赶紧爽一套 你们看看 你坐下 坐坐坐 上车观影 你看好玩 看好玩 虾伙子 好了好了 その依孙还未摔销呢 好 武装 deserving的大叔 这武装没读过杀术 可挺聪明的 也有靶子的力气 生子波也结实 你们就收下把号 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 你一点都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 然后那个发音也是很标准 他们的发音很标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评委 怎么给你们打分 1号 马约翰 27.7分 我们来看一下2号 凯撒 28.2分 3号 贺希格 26.2分 4号 玲珑 26.9分 5号 玄艺峰 27.7分 好 最后一位6号 岳美玲得分室 26分 好 我们成都赛区代表队团体得分室 162.7分 2号的这个戏份不多 他就演了李游斌那个角色 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他身上 我当时特别仔细地听 不停的那个感觉 一下子出来了 特别棒 很沉稳 你们六位都是 在这处证据里头 能把那个时代里头 人物的内心的那种力量感表现出来 让我觉得叹为观止的地方 汉文化当中形容父亲说 父爱如山 父亲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可能都没有那么细腻 但是父亲的爱在心里 所以我觉得凯撒 你虽然非常淡淡的 但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那份 把握的东方父亲的那种情感 很棒 好 谢谢